第五个月 时间过得真快 马上就要放假了 我们的同学 有的去数积帆学习 有的 去公司实习 有的回家打工 你有什么计划 我还没有想好 你呢 王鹏 我暑假打算回北京去看父母 是吗 我听说北京这个城市很有意思 当然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很多名声古迹 对啊 长城很有名 还有 北京的好饭馆 多得不得了 真的 我去过香港 台北 还没去过北京 要是 能去北京就好了 那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当你的导游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护照我已经有了 我得赶快办签证 那 我马上给旅行社打电话 订飞机票 您好 天一旅行社 你好 您好 请问六月初到北京的机票 多少钱 您要买单程票还是往返票 我要买两张往返票 您想买哪家航空公司的 哪家的便宜 就买哪家的 请等等 我查一下 好几家航空公司都有航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千五 直飞 西北航空公司正在打折 差不多一千四百六十 可是要转机 西北直比国航便宜四十几块钱 我还是买国航吧 哪一天走 哪一天回来 六月十号走 七月十五号回来 现在可以订位子吗 可以 你现在 你还想坐飞机去吗 你看你听过那个 你们喜欢靠窗户的 还是靠走道的 靠走道的 对了 对了 我朋友吃素 麻烦帮他订份素贪 没问题 您在北京要订旅馆租车吗 不用 谢谢 好 第二赛 嗯 我可以订位吗 租软 可以订位 我迟有 上次在交线 第二回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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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您一下 请问 您房价的时候 打算去什么地方旅游 去 去四川 四川 四川有什么名声古迹 四川有乐山大佛 你应该去中国的乐山大佛 或者龙门石窟 云南 海南 桂林都可以去 你看过什么名声古迹 名声古迹主要的西安的兵马俑 那去西安吧 看兵马俑 看兵马俑也可以 听他们这么说 我应该去西安玩 那先去陆星社 问问 你好 我要去西安 我还没有想好 我要坐飞机 还是要坐火车呢 你能告诉我 价钱的区别吗 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现在如果要坐火车的话 大概是1700多 如果要坐飞机的话 大概有3000块钱 还有呢 你可不可以帮我安排导游 可以没有问题 你是需要中文导游还是英文导游呢 中文的吧 我连起中文 好没有问题的 那您希望男导游还是女导游呢 都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西安的机票呢 是去城市早上10点50的 然后回城是大概晚上6点多的 它是不能签不能改不能退的 因为是比较便宜的价格 然后这个是机票 那谢谢 哦 没关系 慢走 慢走 你要做的 感谢观看